女孩被强行塞进药丸 然后用果汁给她灌下 突然女孩的姐姐闯了进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她狠狠攥紧螺丝刀 发疯般地冲了过去 男人快速地躲避 她用力反抗 但由于药物的作用 很快男人便体力不支 挣扎中两人不慎滚到床下 螺丝刀刺进了她的狗眼 姐姐见状慌忙起身 她抱着妹妹离开的酒店 可男人却是个惹不起的人物 她凭借自己是韩国高官的身份 江姐姐判刑一年零六个月 但妹妹也因此没人照顾 她每天在战战兢兢地上学 可每当到了放学时间 也就成为了她噩梦的开始 因为妹妹智力低下 班里的女生经常会欺负她 班长也只是看了眼他们 就被书包狠狠甩在脸上 他们将妹妹强行带走 再用手机拍下不雅视频 这群女学生联系到社会上的朋友 他们利用视频威逼利诱 妹妹也只能服从安排 他们通过小卡片等待客人上钩 然后逼迫妹妹同中年男人见面 在街上厕所的时机 偷偷告诉他们房间号码 外面的男人收到信息后 便立刻冲进房间 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妹妹被吓到躲在角落里 他们将仙人跳完道如火纯青 一晚上就赚到盆满钵满 终于熬到了姐姐出狱的日子 妹妹开心地像个小孩 但却并未将自己的遭遇讲出 她不想姐姐为此再次冲动 回到家里 姐姐做给她最爱吃的炸酱面 妹妹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姐姐送给她一个发卡 妹妹激动地像个孩子 对着镜子开心了许久 由于父母过早的离世 只留下两人相依为命 晚上妹妹依偎在姐姐身边 一年来她第一次有了笑容 妹妹说她不想再去上学 但姐姐以为是她太过贪婪 也就没太往心里去 第二天妹妹早早就去了学校 还送给姐姐一套红色的皮裙 但她却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将成为她为妹妹复仇的战衣 姐姐曾是鸣散打冠军 为国增光无数 但却应尽过橘子 以至于很难再找到工作 这晚她做好饭等着妹妹回家 她着急地在门口等了许久 殊不知妹妹还在被她们控制 可这回她却遇到了麻烦 姐姐在家等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都没见妹妹回来 而电话依然提示无人接听 她换上妹妹送的一身红裙 直接来到学校 却看到妹妹的座位是空的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姐姐找到班主任询问情况 可没想到这个男老师也是个混蛋 她不但没有着急 反而还埋怨起姐姐 说把这样一个弱智安排到班里 直接就拖了她的后腿 尽管姐姐很是生气 但她却没有发飙 可就当她准备离开时 却突然被个女孩叫住 她给姐姐看了一条视频 正是妹妹那天被拍的不雅照 姐姐完全就不敢相信 妹妹遭受了这般待遇 而此时拍摄视频的三个女孩 才躲进洗手间换好衣服 殊不知自己已经大难临头 他们出来就撞见姐姐在门外等候 见女孩还不以为然 姐姐一把揪住头发 紧接着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女孩被迫在她到男友的住处 姐姐上来就赏了男人一脚 她踩住小咖了咪的脖子 逼问她妹妹的下眸 男人还想还手 却被姐姐再次教训一顿 眼看自己不是一个级别 她只好乖乖交代了一切 原来那晚他们收到妹妹的短信 准备故技重施在敲诈客人一笔 可没想到才闯进房间 便被男人的纹身给唬到了 直见男人从口袋里掏出把匕首 三个小咖了咪被吓到尿不湿都尿湿了 在男人强势的姿态下 他们再也没了嚣张的气焰 三人不但没带走妹妹 还被迫签了个贷款协议 姐姐看着面前的卡片 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她给卡片上的电话打了过去 可对面却无人接听 而此时的妹妹已经被男人转手卖掉 她要被培训成他们的赚钱工具 另一边姐姐按照地址找了过来 可房间里却只有一个小弟 显然她的级别根本就够不到上层 能知道的也只有老板的车牌 可她常去的几个地方 临走前 姐姐拿走了她的电话 她来到停车场蹲守 姐姐开始担心妹妹的状况 她知道时间越久就会越加危险 然而就在她即将绝望时 没想到车主终于出现 姐姐赶忙驾车追了上去 她一路尾随 等到了没人的地方 姐姐一脚油门撞了上去 男人还没有搞清状况 姐姐就已经大步走来 一下将男人电晕了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 却发现已经被绳子勒住了脖子 男人还想反抗 却被一下勒得更紧 姐姐让男人带她去找妹妹 面对女人的强势 她也只好乖乖开车 可男人又怎么会轻易投降 她找准时机一脚加速 车子直接撞向了路边 姐姐被甩到昏迷 男人见状抓起头发 一阵猛拍 姐姐被打到无力还手 她只能趁机溜下汽车 可男人却丝毫不给她喘气的机会 姐姐又被从外面打到了车上 可男人还是太过大意 被姐姐一下抓住机会 硬生生地掰断了她的胳膊 紧接着一脚便被踢晕过去 她将男人丢进了后备箱 通过她的手机也终于知道被卖位置 姐姐找到公司老板 可男人似乎根本就不怕对方 随手抄起桌上的烟缸 直接丢了出去 两人二话不说直接动手 姐姐也被打掉了匕首 被男人抓住头发就往桌上砸 姐姐顺势小腿一抬 紧接着一脚踹飞男人 她抓起男人的头发 直接将她甩倒 紧接着一个剪刀腿 死死锁住了她的脖子 这回男人也彻底服了 只好乖乖地让一旁的女人交代 原来当时小姐姐看她可怜 便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但姐姐刚出来并没有手机 她只能打电话给超市老板 可没想到却被一个西装男带走 而另一边 妹妹被西装男带到车上 她趁男人下车买水时 悄悄溜了出去 妹妹躲上了一辆巴士 可就当司机准备开车时 男人却一下将她拦停 妹妹拼命大喊 她告诉司机不要开门 可面对男人的疯狂拍打 司机也只能无奈地打开 男人谎称自己的妹妹有病 堂而皇之地将她带走 一车人竟没有一个伸出援手 妹妹跪在地上祈求她放步自己 说让她做什么都愿意接受 但西装男还是将她带到了烂尾楼 这时姐姐也找到了超市 老头显然有些紧张 眼神总是飘忽不定 原来之前妹妹经常来买零食 老板看她有些不太正常 便慢慢走向妹妹身后 伸出了自己的闲猪手 见妹妹根本就不会反抗 老板就更加肆意妄为 妹妹就这样被老板糟蹋了 事后她找来照相馆的老板 吹嘘着自己的能力 听说女孩先天智力低下后 照相馆老板便骗妹妹拍证件照 可一个禽兽的想法早已萌芽 她尝试抚摸女孩的双手 果然像超市老板所说 女孩根本就不会反抗 男人见状也更加为所欲为 事后他们又告诉了修车厂老板 没想到这个老头更加变态 他把女孩变成了赚钱的工具 送给了经常来这里修车的大客户 姐姐再也无法忍受 她抓起超市老板的一只手 像狗一样把她抓向钢门 老板尽管后悔不已 但直到她的手臂再也不属于自己 姐姐才慢慢离开 随后她来到照相馆 看到桌子上妹妹的照片 老板才想失口否认 便被姐姐一下砸倒 她用妹妹的相框 了结了这个禽兽 随后她一身红裙出现在修理厂 姐姐眼中充满了杀气 她随手拿起一把铁锤 缓缓走向修车厂老板 在逼问出妹妹的下落后 姐姐丝毫没有怜悯 一锤让男人下了地狱 而姐姐这时也才意识到 原来送自己进监狱的那个男人 始终都没有放过妹妹 她将打火机塞进全套 这是她退役后的第一次佩戴 姐姐眼神坚定 她一头撞向一元 但下一秒她却被人海淹没 姐姐找准时机冲下汽车 她如同沙神所向披靡 眼看一元就要被小弟护送离开 姐姐一身红裙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她一拳一个小咔了咪 可伴随着体力的下降 姐姐的动作也开始变形 最终还是由于躲闪不及 被人一棒打在后背 紧接着又是一棒 姐姐摇晃着身体倒在了地上 一元抓起妹妹的头发 她对着窗外疯狂嘲笑 听到妹妹的声音 姐姐模糊的记忆像被唤醒 就当这群小咔了咪要将她处决时 姐姐奋力挣脱束缚 然后反手夺过匕首 她再也不会留有情练 对他们痛下了杀手 解决掉最后一个小咔了咪后 姐姐冲进房间 当看到妹妹的那刻 她放下了所有的警惕 却被门后的一元偷袭 她反手挡住攻来的手臂 紧跟着一拳打在一元脸上 可却刚好被男人捡起地上的匕首 狠狠地刺进姐姐的身体 她忍受剧痛推开一元 然后一记勾拳将男人打懵 姐姐骑在一元身上 无情地用铁拳砸向男人 直到她变得血肉模糊 妹妹也终于逃离了魔爪 为了能让她更好的生活 姐姐决定带着她搬家 要去个没有坏人的地方